劳斯莱斯随意加塞还指指点点 不料碰上硬查本田司机 就不惯着你 现在有些人啊 以为开的豪车就了不起 在马路上随意插队 如果发现有人不让他 张口就骂 结果这次遇到硬查子了 被当场交做人 在高架桥上 本田风范正常行驶在嘴道上 突然右方一辆劳斯莱斯 由扎到驶入主 想要强行加塞 一般情况下看到这种豪车 大家都会下意识地进行避养 可本田风范才不吃这一套 继续向前行驶 这时劳斯莱斯快速前进 两车并排行驶 眼看就要发声寡蹭 劳斯莱斯赶紧迷迷 示意本田让行 谁知对方是个硬查子 对于这种强行加塞的 不文明行为 坚决不惯着 于是两车你来我往 谁也不肯让谁 而这一幕正好被后车行车 记录于完整拍下 本田看到前面有缝隙后 就加速往前跟 而劳斯莱斯也不甘示弱 紧紧贴着本田往前紧 终于两车车头碰到了一起 劳斯莱斯车主用力 敲打本田车窗 并对着本田车主指指点点 态度十分嚣张 意思是 你知道我这车有多贵吗 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 谁知本田车主 根本没在怕的 他回应道 我有三折血 两百多万个 赔得起 就是不惯着你 很快交警赶到 在认真勘查了事部现场后 交警认定劳斯莱斯全责 消息一出 立马得到全网怒赞 大家都夸本田司机好样了 对于强行加塞的 不管他是价值百万 还是价值千万 就是一个字 根本不惯着 无独有偶 在苏州一主干道上 奥迪车公然加塞抢到 结果导致寡蹭 下车就要打人 结果悲剧了 视频画面显示 当时红色轿车正常行驶在主路上 突然右方一辆白色奥迪强行加塞 由于红色轿车没有相让 导致奥迪车头与前方车辆寡蹭 对方摇下车窗对着红车司机口吐芬芳 明明是自己插队 结果还要骂对方一顿 换做是谁都忍不了这武器 红车司机当场回队过去 看到对方不服气 奥迪车司机一脚油门横在马路中间 随后气势汹汹地下车 对着红车司机又是一顿疯狂输出 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红车司机不想跟他纠缠 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对方气宴十分嚣张 叫嚣道 记住我的车牌号 随便你打 奥迪司机一把将红车司机拽了下来 然后一顿拳打脚踢 当时奥迪车上还有另一名黑衣男子 索性他没有参与打洞 不然红车司机真的要被揍惨了 随后110及时赶到 将双方带走调查 惊认地 奥迪车强行加塞还打人 负全部责任 不仅要面临扣分罚款 还要被拘留 只能说冲动是魔鬼 开车上路难免会遇到变道加塞的情况 大家都互相体谅一下 变道前提前打灯 多做观察 耐心一点 不要应急 相信大家还是会愿意让到的 那么大家怎么看呢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